请大家我们要切换一下 我们脑袋瓜里面的模式 就是从我们的成人版 切换成什么 儿童的纯真无邪版 所以呢我要测试一下 在场的所有的好朋友们 是不是已经切换到这个模式了 大家知道林志玲是我的姐姐吗 大家相信吗 相信的举手 还有一半的人不相信 谢谢 我讲了这个答案之后 大家一定相信 大家看一下右后方 这是我姐姐的照片 跟我 有没有很像 有 谢谢 其实呢我都叫她叫志玲姐姐 所以她是我姐姐 正确吧 对吧 没有骗大家 好 那活动开始呢 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其实一个活动 能够办得起来 办得成功 有很多人的出钱出力 所以大家都非常的支持跟帮忙 那我在这边呢 要跟大家稍微简介一下 我们这一次的主办单位群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主办单位是 交通部台湾铁路板银级台北车站 也感谢我们现在长立临 谢谢 谢谢 掌声鼓励 谢谢参加 接着呢是我们的承办单位 是由我们的儿童摄影教育归行会 我们在场的志工们参加我们归归手 谢谢 欢迎你们立临 谢谢 那接着呢是由我们一群年轻有活力的学生们 其实是有三所大学的学生 是不得携帮这样一个活动 那一开始呢我们要介绍是由我们 郭正锋老师所带领的佛甲大学的同学们 在哪边 耶 谢谢 好 是我们的佛甲大学摄影师的社长 那接着呢是我们的彰化师范大学摄影社 张晃的同学在哪边 张师大 耶 谢谢 非常热情 那接着呢是由我们的台中的敬意大学 有我们的豪博老师 带领的敬意大学摄影社 谢谢 有这些我们的好朋友一起出钱出力啊 其实我们的活动真的犯得非常的圆满成功 那一开始呢 我们要邀请到我们重要学的人物 就是我们的战长 我们上来跟大家讲几句号好吗 我们赶声欢迎我们的战长 谢谢 我们最佳的主持人 我们最佳的主持人好 还有我们这个儿童教育 儿童摄影教育推行会的所有成员 还有我们晋宜大学 还有张师大 还有广角大学的摄影社的整个团队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好 是我们台铁局非常这个 这个公益的这个活动 我们都会跟所有的团体来做结合 利用我们车站的空间来做这个部站 那既有这样的一个活动 让我们所有的民众都能够感受到我们这个偏远地区 这个小朋友他们天真无邪的一个摄影 各位哦 这个我们的世界里绝对看不出这个小朋友 他们他们心里面想的是什么 他们心里面想的跟我们想的完全是都不一样的哦 不过各位等一下可以去看一下观赏一下 他们这个刚刚我们的这个工会普通大哥跟我讲说 这个有几条线造出来那是什么东西 我说那就是吊墙啊 结果不是 它是一个有主题的 它是一只蝴蝶 所以我们大家看说 这个它 这个让它看出来是个蝴蝶 其实我们大人也就是看不到 但是小朋友他就利用他非常天真无邪的一个小怪 把这只蝴蝶造出来 在他的世界里 我相信这只蝴蝶是最美最漂亮的 刚刚我们这些讲一个 因为刚刚我们主持人说 那刺灵姐姐是他的姐姐 他自己都忍不住笑出来 所以我们一到这个非常活泼有趣的这个画面 来探索出我们这个小朋友 他内心世界 那所以我们台体局对我们这个 所有这样一个这么有意义的活动 我们都会非常乐意的来推行 我也希望说我们这个活动 能够持续的来我们这边来做固展 让把小朋友他们心里面的想法 让所有大人都知道 其实我在这个地方 我也跟各位来报告 其实我有一个想法 其实都有跟我们的这个团队 都有稍微说明过 我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我希望 我结合这个社会资源 能够把这些作者 平米地的小朋友 能够邀请他们到台北市市区 来做一个旅游 让他们到这个地方来 他们其实他们住在比较拼远的地方 想要到这个台北来看一个101啊 看一个云山饭店啊 可能不太容易 那我现在也在着手这件事情 希望能够让他们来这边 我们接受这个市区来市区来那边导览一下 让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的回忆 除了在山上 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之外 也让他感受到我们这个法团的都市 另外的营业 所以今天我在这个地方也跟大家报告 我现在目前正在走水这件事情 那最后啊 我也希望我们这次的这个预渡 这次的这个顾展 能够很顺利益满成功 那年底也快到了 那新的一年也即将来到 那祝福各位在这日快要到新年的时候 我们新年快乐 大家家庭祝福没完 谢谢大家 谢谢我们谢谢站长 谢谢 哇刚刚看到站长突然吓了一大跳 都觉得站长怎么这么年轻 年轻有为 谢谢 那其实啊 我们不然大家说 我们是从中部上来 然后其实我们第一场在11月份的 然后在台中的秋红谷已经办完了 那昨天呢 我们上来部展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 其实台北这边的什么房性跟人 都非常的亲切 所以我觉得我们站长帮我们台北 台北的台湾车站 台北车站管理非常的好 所以我也感谢站长给我们这样的 那么好的环境 给我们这么好的支持这样 那我们刚刚也说过 我们从台中 台中展刚部展完 然后现在到台北 台北厂 那所以呢 我们现在邀请到我们 就是我们的 儿童摄影教育的机会 台北的这个展场的策展人 就是我们薰仁大哥 我们薰仁大哥 上台给我们讲几句话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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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厂车站 请站长 那 费琴会的 八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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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嘉宾 各位同学们 大家好 那这次很荣幸 就是担任这次 我费琴会的教育 费琴会的 这次 那这个 我们从零国96年 第一次我们进到 平静国小 那到这一段 第一次 第八个名头 这段时间 我们所服务的 平常部落小 就从平静国小 一直到同样是在南陀 县原来乡的合作国小 法治国小 以西里乡的九女国小 那 入部落服务的大学 由近一大学 一直增加到 宏小大学的摄影社 这个参与大学的摄影社 那把摄影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对于大学生来说 一个纯粹摄影活动 提升成为一个部落 人员服务的一个团队 那对小朋友来讲的话 从一般简单的摄影教学 变成了传达自己的视野 与感受的一个理性的工具 那我想这个是一般我们所谓 能甚至做不到什么的地方 那我想未来的部分的话 我们还是会继续朝这个地方去 去追踪 那也希望就是说能够 当然也希望说能够 能够能够更多的一些角落 那也感谢大家的一些帮忙 那当然刚刚也叮到我们站长的 这个愿意真的让人感动 那我们也很期待说 也许将来有机会 可以让这些低脏附络的孩子们 就是除了他们 除了能够去发现他们家乡的努力之外 也能够去 去发展吉他视野 用他们的视野来看台北这边 有一些新的风貌 我相信那会是一个全新的体验 和不同的感受 那在这边特别感谢大家的光明 那欢迎大家就是推心的时间 我们就来看看这边 那我们也记得大家 谢谢 谢谢师傑大哥 谢谢 好 那其实呢 我们从台中到台北 希望呢 未来还有花莲啊 台东啊 高雄圈 台湾都走透透这样子 那其实刚刚一开始呢 忘了跟大家说 我们这一次的儿童摄影 创作连展 一共有四个国想的 学生三到六年级的同学 来做这样子一个参展的动作 那其中呢 都来自于南投的 仁爱乡 一共有三个国小 就是我们的平静国小 合作国小 跟法治国小 那还有一个是信义乡的 我们的九美国小 那其实呢 这些小学生们都非常非常的活泼 那尤其呢 对一个老师 非常的钟爱 也就是我们的儿童摄影 儿童摄影教育推行会的发起人 也就是我们的郭震峰老师 小朋友都叫他野人老师 那是不是我们邀请到我们的野人老师上来跟我们说几句话 欢迎野人老师 简站长 宣传大哥 还有现场所有的好朋友们 大家早安 好 坦白讲 能够来台北办展 是我心里头非常缺略不理的一件事情 之前在台中办展的时候就有朋友讲 那有机会到台北来办吗 然后我们想办法 我们来努力 那刚好 我们张师的学长 曹敏 在台铁服务 也跟我讲说 我们可以去研究一下 是不是请我们台铁的单位 来处理这件事情 那经过他们很不断努力 然后加上我们台铁的支持 还有多位好朋友的帮忙 我们今天来到台北办展 那因为昨天在办展的过程当中 我看到好多好朋友 张师大的 毕业的学长姐们 都来帮忙 我那时候就感受到 我们努力 是可以受到大家的肯定的 我们今天为天乡部落的小朋友服务 那这些大学生们 社会人士们 有心的好朋友们 就会有意愿一直来支持 因为这个展 从刚开始八年前我在办的时候 我就想 有一天我要帮这些孩子们办展 今天可以 达到这个样子 我真的很高兴 可是我们会有未来的八年 未来的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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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因为推行会的理念 并不是在于 只是单纯的做儿童摄影 我们是用儿童的摄影 去做教育的推行 这些孩子们也感受到 这些大哥哥大姐姐们 这些叔叔 伯伯们 阿姨们 他们的热心 他们也不断的努力 为自己的人生去做打拼 坦白讲 我前阵子看到平静国小的小朋友 他们最近要去北海道做交流 他们去为自己要去交流这件事情去努力 因为校长跟我说 天下的孩子是没有资格做梦的 在孩子们的想法 他们不敢做梦 但是平静的校长跟他们说 你们要勇敢的去做梦 就像老师带着你们拍照 勇敢的去传达出自己的想法 是一样的 他们很努力 他们很努力的为自己去打拼 我为了这件事情非常的感动 那我在这边先谢谢我们的警站长 刚才提供了一个 让我非常高兴的一件事 我要回去跟这些孩子们讲 我们会有机会到台北来 我们有警站长的支持 我们可以带着你们到台北来拍照 我们可以办一群外拍队 我们可以办一群外拍团 你们就不用每次就只能拍学校 就不能只能拍部落 坦白讲他们的环境并不大 而且他们真的很偏远 从台中我开车 到他们部落要三个小时 那孩子们想要买一瓶鲜奶 坐车要一个小时才有7-11有鲜奶 他们并不是贫穷 他们的生活条件比我们好 但是他们也不断的努力 为了自己的人生去做奋斗 今天他们可以用他们的摄影的角度 去传达出他们想法 未来他们就可以用他们的努力 去开创他们的人生 那在这边呢 我再一次感谢 所有帮助过我们的好朋友 不管你现在人在哪里 不管你在哪一个空间 我在这边非常感谢你们 非常感谢大家 那我这一天不多做废免 因为待会我的工作人员就在后面画全圈 因为他们知道我拿到麦克风至少要两个小时 那因为我们待会会有我们的导览人员 跟大家做我们现场的导览 那我在这边就不多做废免 再一次感谢大家 非常谢谢 谢谢 谢谢我们的野人老师 谢谢 那其实我能够感受到 感受得到野人老师内心的澎湃机啊 而且呢平常他讲话都是非常 就像他刚讲的 至少要两个小时以上 今天真的是最短的一次 好 那其实啊 不然就会说啊 我们在台中场的时候 我们在做展览 那合作国小 就是他们小学生 对